这个也是一个新房的线盒 它是建商做完了全部的身体 它是四房四卫 然后再加两个半个卫生间 其实等于是有六个卫生间 它所有的卧室都有自己的洗手间 那然后它也有车道 它有自己的车道 这个屋子是正南北朝向的 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光线是会不错的 然后它虽然是三层楼 但是上面那一层你可以不用上去 因为上面就是一个客厅加一个露台 虽然非常漂亮 上面面积也很好 但是在最高点 那所有的卧室都是在一楼和二楼 如果你不想上去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上去 其实你同样就可以把这个屋子 当成一个是一个二层楼的屋子来使用 好,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这门是朝正南的 好,基本上已经全部做了地狱的身子 然后进门也是一个非常大刺的跳高 这个我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所有的地毯非常软 踩上去也是身体的 好,我们还先来看一下 这边先看一下 这是楼梯间的一个储物间 这是车库 很标准的一辆车 车库 但也做得很亮 好,我在看到了有电车的插口 和那个接能性的油电器 好,这边竟然就是客厅了 客厅、餐厅 这边也是餐厅 然后这边是一个卧室 这边是厨房 这个厨房很大,很好用 非常非常好用 然后这边它也是很漂亮的大切 这个门全部这样子一溜全部移开 包括这里它做了一个吧台的设计 如果你在外面做烧烤的话 可以直接把饮料递出去 这个八台的档材全部都是框子 这个是加州屋 在这屋也是很利用 然后也做了吊顶 这是一个院子 这个院子很漂亮很大 一个院子很实用 非常实用的一个院子 然后所有的厨房的用具也全是很高级别的 嗯,全部是professional级别的,专业级别的 Modern Gramm是一个非常好的牌子 非常好的牌子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一楼的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也是 就是带自己的洗手间 带自己的洗手间 洗手间也全部是瓷端贴到的顶 我们可以看到,瓷端贴到的顶 在这边它没有做好,全部做好 然后地面也是洗手间 那包括电源也是洗手间 包括绒筒 这种分开的洗手间是最贵的 所以可以 比较separantizar 好,然后我们先去到二楼 我们这里再看一下整个它一楼 一楼是非常非常能开阔 很大的舒服 因为它是3148尺 然后一楼它有半楼 卧室是给客人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也是半楼 卧室 好,我们先去到二楼 因为这边全是调控 所以你不感到压抑 一样一点都不感到压抑 好,这边 这个楼是上三楼 如果你平时不想去的话 你完全可以不用去三楼 所有的空间都可以在二楼完成 那我们先看一下 一个客卧和洗衣房的部分 这边是洗衣房 这边是洗衣房 是做了水池 然后很多吊柜全部都做了 这边是客卧在自己的套件 这边是洗衣房 你看这棕头就非常的漂亮 弄到它那里全部装完 这边是它的衣帽 衣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客卧 另外一个客卧 这客卧也是带洗衣间的 带自己的洗衣间 它这个花洒还没装 但是它其他的都已经装了 都是升过机的 这边是另外一个客卧 这客卧面积也挺大的 这房子面积摆在那边 3148尺 所以这边是它的一个小的衣帽 够用了 够用了 那这个也全部是装了 这个电视机的接头 好 现在我们进到主卧 主卧很大 主卧很大 我们先看到主卧的洗手间 这边 各 各洗手间 这边 这边是它的浴室 这浴室其实很大 这大的浴室 然后 这边的衣帽 我进来给大家看一下 哇 巨大 这边两个花洒 这边再装一个三个花洒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衣帽间 衣帽间是在外面的 还有单独一个衣帽间在这里 衣帽间也很大 这衣帽间 很大的衣帽间 其实我建议大家都把这些全部打掉 重新画面前做一个好一点的衣帽间的柜子 就会很显档次 这边是主卧 主卧很大 好 我们现在去到三楼 那三楼就是一个客厅加一个露台 平时不用的话可以不用上去 但是我觉得自己住的话真的很舒服上面 在这边如果变成一个娱乐房啊或者是办公室啊 我觉得其实是很好很舒服的 这个露台我特别喜欢 它这个玻璃门是一溜 你看从这里全部可以移到这边 它也有顶棚 你也可以出去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整个大公园晚上的感觉 那边星星点点的就是新港 远处 这边是西边 太平洋的方向 很漂亮 很漂亮 很安静 好现在那就是这个房子 现在需要卖142万 3148尺 占地是4014尺 四房四位 再加两个半个卫生间 就等于是六个卫生间